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么我们这一集呢要介绍这个 十分逼近法 十分逼近法 这个搞排版有点错误 十分逼近法 那 十分逼近法呢 其实它已经正式的 课程内容已经从我们的课稿里面移除了 不过在有熊老师的这个 教学里面我们还是安排一下 来教这个所谓十分逼近法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它可以让我们了解 根号逼近求职的意义 还有一些活用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让我们这个复习 陈法公式 它在数字运算上面的用途 那这个简单的教一下 不做多余的练习 什么叫做十分逼近法 跟我们之前教这个 加减消去法的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说 加减消去法的目的 是消去 加减或者是代入只是手段而已 那十分逼近法也一样 十分逼近法的目的是逼近 十分只是手段而已 什么叫做十分 那又什么叫做b近呢 如果a大于b 如果a跟b都大于0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a大于b a平方就会大于b平方 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 a平方大于b平方的时候 a就会大于b 什么意思呢 这个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比如说 7在4跟9之间 4小于7小于9 7在4跟9之间 那么它们三个数字同时开根号 开出来 根号7就会在2跟3之间 换句话说 今天假如我想要问你 根号7大概是多少 想一想 如果是2平方的话是4 3平方的话是9 所以根号7应该是2点多吧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逼近的精神 那我们叫做夹几的逼近 也就是说 我一边从它最小的这边挤过来 一边从最大的这边挤过来 这样子 慢慢的缩小它可能的范围 原本 我说它可能在2跟3之间 下一步呢 下一步会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要去逼近它 来把刚才的这个道理呢 看完了 为什么A大于B的话 那么A平方就会大于B平方呢 因为我们可以在两边同层A 那这样子A平方就会大于AB 那我们也可以在两边同层B 这样AB就会大于B平方 于是我们就会得到A A平方大于AB 然后AB大于B平方 所以A平方就大于B平方 那来回答这个问题 根号7到底它是多少 我原本知道它是2和3之间 那可是它其实可能是多少呢 那我们要如何知道 如何捕捉到 这个 我们在前面的计算 就有运用到小数呢 那我们可以有一个概念 其实小数 比如说这个2.1的平方 它怎么算 2.1的平方就是21的平方 然后它等于算是有一个 100分之嘛 因为2.1就是10分之21 所以2.1的平方就是 所以它是4.1的平方 所以它是4.4 所以是4.41 对不对 那我想要知道2点多 多到多少的时候 它的平方丸 这个 它的值会是根号7 代表它平方丸会接近7 所以我就去想说 那这个20几 20几 20几的平方 平方完之后 这个百位数会接近7 比如说600多 或者是它已经是700多了 这样子 那么仔细想一想 这个 25 25 25平方 625 那26平方是这个 我没有学26平方 好 25平方是625 那26平方呢 26平方你可以从这个 169的乘以4去算 或者是如果你还记得 26平方是25的平方 加25再加26 因为这个 26平方减25平方 就会是a加b乘a减b 所以就是25加26是5c 所以其实26平方呢 是他加51是26平方 26平方是676 676再过去就爆掉了 对不对 如果是27平方是729 81乘9 僵尸就超过700 那所以说如果今天是2.6平方是6.76 2.7平方是7.29 对不对 所以 到底多少会是更好奇呢 它应该是在2.26和27之间呢 在2.6跟2.7之间 那你看我的范围是不是就从2和3 缩到这里 剩下2627 那再缩呢 如果还想要再想要缩呢 那它是2.6多呢 因为我们没有记这么多的这个 完全平方数 所以有熊老师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算给你看了 那这也是为什么10分逼近法 后来会从这个教材面移除掉 因为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 总是能够用算的来把它解开来啦 因为我们没有记那么多的完全平方数 但是你看 我原本是2跟3是个位数 我后来到小数一位 它原本我确定它在2跟3之间 后来我确定它在2.6到2.7之间 等于它的这个范围缩小了十分之一 那如果我可以找得到的话 它就会再缩小十分之一 就比如说我可以确定它是在2.62和2.63之间之类的 我就可以再把那个范围缩小十分之一 这样叫做十分逼近法 那我刚刚说到这个逼近是目的十分只是手段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十分 我们可以用二分的 用二分的 那二分逼近法 比如所以说以现在为例 刚刚这个题目跟你说 我要找根号7 找到小数后第一位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确定它在2.6跟2.7之间呢 那我要找到小数后第一位要怎么办呢 因为我不确定我是要回答2.6 还是要回答2.7啊 传统上我们想要知道小数后第一位 是需要知道小数后第二位 然后四舍五入 对不对 那个题目会叫你用四舍五入到小数后第一位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要这个逼近根号的值的话 我们不一定要去做下一步 十分逼近法 因为所谓四舍五入 也就是我拿这个5来当标准 2.65我只要确定2.65的平方 它的平方是不是会比7大就好呢 那如果会的话呢 它的如果2.65的平方会比7大 代表开根号的时候这个根2.65就会比根号7大 如果2.65的平方比7小那么开根号的时候2.65自己就会比根号7还要小那也就是说我就可以判断其实这个根号7到底是在2.65的左边 好左边还是在2.65的右边 那我能够判断它比2.65大还是小我就可以是手入了啊 对不对 那么刚好凑强 这个2.65的平方呢 我们有学过一个方法算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A15的平方 那我们那个时候有示范 它不一定要是个位数 2.65的平方就是2.65的平方就是2.6乘2.7放到百位数 所以我们来乘一下 2.6乘2.7 这个 我不用真的乘啊 因为2.6平方在这里 6.7.6 那这是2.6乘2.6 我要2.6乘2.7就是再加26 所以是6.9 2 5进1 702 所以呢 这个2.65的平方呢 它其实是7.0225 大于7 换句话说 2.65的平方比7大 在这里 这个 2.65的平方它比 更正在这边 2.65的平方 它比7大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知道如果一起开根号的话 2.65自己本身就会比根号7大 也就是说根号7其实比2.65小 那么我要去做425的时候就不会进位了 所以我的答案应该要打2.6 那这个就是10分逼进法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10分逼进法到最后一个步骤要判断425的时候呢 你只要对分了就好了 那这个对分的部分 如果我从头到尾就要求对分 我们就称为2分逼进法 好如果我们现在要用10分逼进法逼进根号2 跟刚才一样来逼到这个小数后第一位 45度到小数后第一位 那我们知道这个因为 这个 1的平方 因为根号2的平方也就是2 它会在1的平方和2的平方之间 所以根号2自己本身就在1跟2之间 可以吗 又根号2呢 它的平方会在1点多的平方跟1点多的平方之间 那要多到多少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你去想 1嘛就去想这个十几的平方 比如说11的平方是121 那么1.1的平方它是十分之十一 它的平方就会是121 所以会是1.21 所以你想要知道1点多的平方会平方到2的话 这个2根号2的平方是2 那你就去想说这个十几的平方会到200 那是1.4 1.4的平方是1.96 那 然后到这个1.5的话就2.25了 可以吗 所以这个1.4的平方是196 那1.5的平方是2.25 那根号2的平方2就在他们两个之间 所以根号2就在1.5和1.4之间 这样可以吗 那接着呢 我们这个已经取到小书后第一位了 那接下一步四舍五入 我刚刚提到最后的那一步 四舍五入的那一步呢 不需要再做十分的 我们只要做两分的 也就是你只需要一刀谱 1 2 我现在已经知道它在1.4和1.5之间了 我只要知道它到底比1.45大还是小就好了 所以我把1.45给平方了 那1.45的平方呢 这个1.45的平方它是14乘15啊 14乘15的话是这个 2过来721 14乘15 7乘30 对210 21025 所以它会是2.1025 那这个因为 就这么写 这个图不用画 图不是我们的计算 因为 11.45的平方是2.1025 它比根号2的平方还要来的大 就是比2大 所以根号2小于1.45 大于这个1.4嘛 那所以它在1.4的这一侧 所以它大约等于 最后 根号2就大约等于 下面没看到 这个 因为 1.45的平方 它比根号2的平方2还要来的大 所以根号2比1.45还要小 所以根号2大约等于1.4 就是45路的时候就1.4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用十分进法到小数第一位 45路到小数第一位的做法 那其实它可以45路到小数后的任何一位 但是因为 我们不这么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懂 就是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其他完全平方数 那你要现场平方很麻烦 所以题目要出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会帮你算好 来看这里 所以我们要懂得看就好了 它要求根号22的近视值 那如果你刚才看完了 你还是捕捉不太清楚你要怎么写 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 也就是前面这个因为我先不写 我先写所以 所以我要知道根号22它会怎么样 的话 那我就要先知道根号22的平方它是22 所以22会怎么样 对不对 那题目这里呢 它给的是这个 四十几两千多 其实刚才就有提示了 46平方是2116 其实就是说4.6的平方是21.16 可以吗 47的平方是22.09 48的平方是23.04 那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22在哪两个数之间 22在21.16和22.09之间 所以其实这个22在46平方和4.6平方和4.7平方之间 所以根号22就会在46和47之间 再下一步 一样 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快的知道说我要怎么写 我们先写后面 我要知道根号2在22在哪里 我现在知道它在4.6跟4.7之间 所以它应该是4.6级 对不对 那是4.6几呢 我们刚刚这里小数点忘了点 4.6几呢 来看这边 它写的是46.8是2190.24 可是那就代表说4.68的话是21.9024 4.69的平方 4.69的平方的话是 没有没有,题目没有少平方 他 诶有 题目少一个平方 那这个4.69的平方的话是 21.9961 那这样都还没有到22对不对 如果是4.691的话呢 那就会超过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 到4.69都還沒有超過 如果我們今天先不要看最後這一個 他到4.69都還沒有超過 再下小數後第一位再加1就跑去4.7了 所以其實這個22 更好22的平方 他其實是比4.7的平方小 他就是4.70的平方小 但是他其實比4.69的平方大 再看一次 4.68的話都還沒有到22 4.69的平方的話也還沒到21.9961 但是4.7就有了 那4.7就是4.70 所以我們這樣就抓到了第二位 所以其實他是在4.69和4.70之間 也就是他應該是4.69多 這樣子 他應該是4.69多 那這個 那是多多少呢 這邊題目說到4.691的時候 你看就爆掉了 所以說其實他在4.690 都還沒有到22 但是4.691的平方就超過22了 所以更好22在4.690和4.691之間 可以嗎 可以按暫停然後看一下 題目只有問到小數後第二位而已 所以回答就回答4.69 那不過以他這題的設計呢 其實他可以回他可以問到小數後第三位 他要的話 也就是說你求到4.690和4.691之後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剛剛說 最後一步其實是二分比進法 所以我們來算這個46905 不過還蠻難算的 46905 4.6905 他平方有沒有到22 那4690乘4691 其實還不太好算 那所以就按了計算機 4690乘4691 422 000790 那最後補25 你就會發現他其實超過 如果是4.6905的平方的話 其實超過22了 因為 4.6905的平方大於22 所以 這個如果是45度的話呢 這個 更好22 大約等於 他就還不到 所以他是4.690 如果他要到小數後第三位的話 那這就是這件事情 教一下大家十分比進法 那來看一下這個 兩個值值得記記 更號2是1.41423 更號3是1.73205 那不過其實不用背 這個講一下 不帶一提 這個 偵探小說 偵探漫畫 我記得好像柯南吧 還有包括另外一本 叫金田一的 裡面都有使用過這個 更號241.41423 這樣子的 謎團 好 之前留下來的作業 我們很快的看一下 來帶大家練習一下 這個 更號35和更號43 要求出其他編長的話 那他其實是這個 我們說 你如果要去計算 這兩個都是更號 他平方跟他平方對減 其實就是 43-35 那所以就是這個8 所以這邊是更號8 就是2更號2 這一題我們是不是有看過 哈哈 然後這個 5更號5和5更號13 這邊注意他並不是5更號12 他是 你對我們可以把5拿掉 那更號5和更號13的話 這邊呢其實是這個更號8 所以他其實再把5乘回去 所以他其實是10更號2 好 更號2更號6 其實你留意一下 他們兩個可以同時提出更號2 他是1比更號3 那這裡是直角 所以1比更號3比2 所以這個是2更號 要記得把更號2乘回去 用比的話 這邊 直角三角形 因為這個做圖的關係 所以我都沒有辦法把直角表上去 不好表 大家請見諒 其實是應該要表 直角三角形這邊60度 那他是1比更號3比2的直角三角形 更號3a是更號6的話 a是多少呢 其實就是更號2 更號2乘更號3是更號6 所以1比更號3比2 這邊是2更號2 45度的話是1比1比更號2 所以更號2a是更號3 那1是多少 他其實就是更號2分之更號3 那我們要標準化 所以是2分之更號6 所以這邊也是2分之更號6 可以嗎 這個是6這個是4更號3 其實你如果把他們同時提出2更號3 這裡提一個2更號3出來 他剩2 這邊提走2之後是不是還剩3 那再提一個更號3 他剩更號3 你會發現這兩個的比其實是更號3比2 所以他是1比更號3比2 那那個1是多少呢 就是再把他剩回來 2更號3 所以這個是他的值 對嗎 最後這一題 更號320加a320-b和320 這是乘的意思 320乘c都是整數 那這個abc 如果要最小的話會是多少的意思 他這個題目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他就是在考一個完全平方數 更號320加多少會是一個整數 也就是說其實這裡面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這樣開出來才會是整數 所以最靠近320又比320大的完全平方數是324 最靠近320又比320小的 就是這個324是18平方嘛 所以比他小的是這個 17平方289 那他是320減掉 這個31 減20又減11 這樣可以嗎 那320自己本身呢 是這個 最後這個問題 所以a就是4 a就是4 b就是31 那最後這個問題跟前面不太一樣 他說 根號320乘c 乘出來要會是整數 代表到時候裡面要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320自己本身是這個 32乘10嘛 所以是2的6次乘以5 他本身是2的6次乘以5 那他在乘以c的時候會開出來 就代表說其實到時候裡面全部都要是偶數次 所以c最小只要補足這個5就好 可以嗎 所以c其實就是5 那如果他題目問的是320除d 這樣子的話呢 那這個d也是5 因為他只要把這個5約掉 這個2的6次開根號就會變成數 那所以呢這個 4加5-31 31-31加9 所以是-22 這是這一題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這是作業 再練習練習齁 指甲三角形三邊查